大家好,杰森·赖斯,声称参与了秘密太空计划 嗨,杰森 感谢你邀请我来这里 所以让我们回到你刚刚完成在2号行星的任务 同样,这也是阴谋集团的假气场景 利用冲突,让事情按照他们的方式发展 你在这种可怕情况下服役了近6年 最终,你方通过使用高科技武器战胜了敌人 现在你和那个星球的关系结束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有一些小队会留在星球上 帮助清理,重新播种,重启他们的文明 按照那些掌权者,也就是阴谋集团的要求 当我们说阴谋集团时 也意味着他们也是德拉科和人工智能的傀儡 所以重构这个星球需要更多的时间 我们的工作完成后 他们会把我们重新部署到另一个星球 在3号行星重复这个过程 它还有别的名字吗? 我想不起来了 那么这个星球上的情况是什么呢? 这个星球与其他两个星球不同 3号行星的表面恰好有三个不同的种族 辅助人? 就我们所知他们都是原住民 我怀疑这三个不同的种族不是起源于同一个星球 至少有一两个是起源于其他地方 然后被播种到那里 或者被带到那里 或者被转移到那里 你能描述一下这三个种族吗? 当然 第一个种族将是类人类 与你今天在地球上看到的任何人类都非常相似 第二个种族是类昆虫种族 它们大约有3.5到4英尺高 它们有一个椭圆形的头 它们有银色的圆眼镜 嘴巴很小 鼻子很小 几乎没有耳朵 它们有心灵感应 可以用心灵感应交流 它们的牙齿非常锋利 它们的腿是反关节的 它们两腿站立 是的 在它们过去的某个时候 它们也会爬行 因为我们看到了它们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爬行或行走的证据 真的吗? 它们仍然有这种能力 类似地球上的某一种昆虫 不 在我们的昆虫目录里根本没有像这种的 不是螳螂吗? 不是 蚂蚁? 它们都是圆脸 它们有肩膀 有胳膊 它们的手臂比一般人长 它们的皮肤是什么样的? 它像绿色 浅绿色 黄绿色 半透明 真的吗? 并不是你可以看见里面 这不像是透过玻璃看 半透明的那种 是的 然后第三个种族是独眼巨人的种族 独眼巨人? 独眼类人 除了独眼外 还有什么特别的特征吗? 基本就是这样 这三个种族合不来 是的 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团结它们 让它们成为联合阵线的工作难度更大了 又一次 入侵者来了 你和你的人被派进来了 你和土著交上了朋友 只是土著现在是三个不同的种群 是的 谁最难相处? 类昆虫 为什么? 它们不信人类人 期间 事实上 有一次我试图安排与它们的黑帮会面 它们有一些犯罪分子 我们正试图与它们进行协调 我去见它们的一个黑帮分子 结果被带到一个山洞里 被俘虏了 真的吗? 是的 为什么抓你? 它们不信任人类或类人 所以你愚蠢地进入它们的区域 被逮捕了? 它们本来应该来接我的 但这是一个陷阱 它们认为我在那里只是作为其他类人的一部分监视它们 你在监狱里待了多久? 在我的战友们来救我之前 我已经当了三天战俘了 至少它们还收留战俘 是的 之前的另外两组没有? 没有 之后一切都好了吗? 我当了三天战俘 遭受了酷刑和殴打 在那之后 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进行康复 尽管我身上的伤在一天之内就痊愈了 我还是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 才准备好重返战场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它们把大部分人都送上了穿梭机 我离开三号行星时 穿梭机坠毁了 穿梭机是被本土的火力击落的 因为它们同样不信任我们 是重足向我乘坐的穿梭机开火的 它们把穿梭机弄下来了? 我当时在里面坠毁了 身体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然后被送往了 它们告诉我的火星 我有强烈的怀疑 它们更换了我的两个肢体 修复了第三个肢体 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 我学习了如何重新使用我的肢体 并重新使用纳米强化疗法 在所有这些治疗之后 我被重新分配到 卡利多斯三号上的一个新单位 进行部分清理行动 再培训和重建工作 所以你参加了一场战斗或其他什么 或者你只是乘坐穿梭机兜风 我是搭车从行星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敌军还没有到达 我在这个星球上待了大约15个月 执行了一系列任务 我们试图再次获得信任和支持 走私方面有问题 它们那个星球上有很多的犯罪分子 一些犯罪分子试图窃取技术 从你们那里 是的 从星球上的其他一些元素那里 有类人 宽虫和独眼人 让它们参与防御准备工作 建立武器和储备 其中一些涉及到非常非常温和的技术进步 任何高于它们标准技术的东西 都会立即成为黑式商品 所以我们开始注意到 它们制造的一些武器开始消失了 于是我们开始调查 就技术而言 谁是三个种族中最先进的 都差不多 它们的科技水平都差不多 那么独眼巨人在那个世界拥有高科技 不 它们都是差不多水平 没有一个比另一个更强 因为它们断断续续地战争了几个世纪 所以边境上有小冲突 边境冲突 它们达成了暂时的和平协议 然后持续了二十年 所以它们有军备 你知道它们战争是为了什么吗 种族差异 所以这个星球 三个派系之间实际上正在进行一场小型内战 你的工作是团结这些人 为入侵做好准备 到目前为止 你还不确定会发生什么 不知道会遇到狼人或者什么的 是的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再一次 蓄意的情报封锁 它们知道也不会告诉我们 这些人已经有武器了吗 它们有 所以你不必担心那个部分 它们有适当武器 从化学物质是黑色粉末的角度来看 是化学武器 你是怎么把它们团结起来的 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做的 当它们把它们团结起来的时候 我已经走了 哦 没错 你受伤了 你离开了 我在那个星球上看到的大多数行动都与土著人合作 培训它们 去偏远的村庄或城市 让它们做好准备有关 所以我们以前做过很多相同的事情 帮助它们储备物资 帮助它们组织起来 提高农业运营的效率 或者规划后备岗位 诸如此类的事情 当你在那里的时候 你和类昆虫和解过吗 不 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你再也没有回去过 你不知道吗 是的 所以你在航天飞机上 昆虫用导弹击中了 你还是什么的 它们不信任我们在那里 我们是类人 我们马上就成了敌人 不受欢迎的人 因此 我们试图让它们与星球其他地区团结起来的努力没有奏效 因此 当它们感到害怕时 它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攻击 它们把我俘虏了 这是我所在单位与类昆虫的第一次活动 据我所知 在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其他人试图与类昆虫沟通 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个星球会发生什么 我不知道 像是一场艰苦的磨难 哦 是的 我决定不回去是因为 那绝对是噩梦中的噩梦 航天飞机被炸毁了 有人在这次大爆炸中丧生吗 是的 但幸运的是你没有 但你失去了四肢 它们用先进的技术把你送回火星 它们用先进的技术让肢体重新生长和连接 所以你的手臂再生了 是的 哇 太神奇了 不幸的是 这个过程并不完美 再说一遍 它们不是上帝 所以它并没有完全治愈 没有 它们把骨头固定好了 它们换掉了骨头 但组织 神经和一些软组织 这仍然不是一门完美的科学 但比我们这里的传统医学好多了 你还活着 我还活着 所以你医疗转移去了火星了 你又回到了火星 那是什么感觉 我记不清大部分了 我昏迷了很久 接受了很多治疗 当我从昏迷中醒来 开始接受治疗时 它们用了很多方法 这也是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的另一大好处 那就是可以用它来进行医疗 能够使用它是因为在治疗过程中 它们能够隔离你的大脑和身体不同部位之间的信号 因此 它们可以帮助你识别新连接的肢体 或学习重新使用肢体 或重新获得肌肉或肌肉群的使用 所以你最终还是好起来了 重返战场 这次你回到了二号行星 我回到了二号行星 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因为你会看到这里发生的事情的结果 是的 我有机会亲眼看到重建工作的一些情况 对当地居民的一些影响 以及人们的真实感受 当战争结束后 它们的感受如何 它们心情复杂 我们遇到了一些破坏问题 有一个穿梭机港口被彻底摧毁了 土著人 土著人破坏了航天飞机上的一个巨变瓶 这些东西一旦爆炸 就会摧毁附近的一切东西 所以是反物质爆炸 它们为什么这么做 它们在生你们的气 它们对它们的文明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愤怒 这是可以理解的 它们的整个世界都被颠覆了 被震撼了 被践踏了 被重建了 你还教它们怎么杀人 是的 所以一定也有一些反弹吧 肯定会有一些反弹 你回来后还发现了什么 我回来的另一件事 是突然出现了牲畜被肢解的情况 真的吗 真的 这是我在重建后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之一 起初 我们担心敌人回来了 不 这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奇怪的牲畜被肢解 所有的液体都消失了 身体被奇怪肢解 没有野生动物或该地区有任何人或任何其他东西的计较 我认为要么是以太实体 要么是另一个异体种族的突然出现 那是在做什么 这就是你所发现的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不知道为什么我怀疑是心理原因他们想折磨那里的一些人这是一种方法 你认为地球上发生的牛残歌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吗 我坚信这一点因为一些负面的意识会通过这些经历潜移默化的影响人类 那么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以前是半农村化 这一切都被战争颠覆了 现在 这个星球上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说是凤凰涅槃 文明丛生 他们从梨华中走出来 建造城市 并开始在轨道上建造星外设施 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 看到这一点 这本身就有回报 看到他们重建和重启 启动他们的文明 所以他们成了太空种族 他们做到了 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是的 他们都还被控制着 但还是推进的那么快 那是什么原因 他们得到了帮助 但要想快速推进 那就另当别论了 但你可以看看我们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在地球上取得的进步 很像 很像 你注意到这个新社会还有什么值得说的吗 他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 非常规范 几乎是军国主义的 在看到重建和复兴的过程中 有很多事情让我感到自豪 但这些变化并不是其中之一 所以他们在组建军队 无论他们是否在组建军队 看到平民被控制 这都有点令人不安 这是非常奥威尔式的社会 看到一个几乎是警察国家被建立 可以说这就是建立它的意义吗 是的 这次你在这个星球上待了多长时间来帮忙 我在那里帮助清理和重生行动 又待了几年 两年 是的 人们比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更快乐还是更悲伤 两者都有 战争死了很多人 所以星球上没有一个人 没有失去亲人 因此有一种潜在的悲伤 你如何从中恢复过来 可能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才能抚平这种伤痛 因此 尽管人们会看到重建的 以及变得崭新或更好的事物 但没有一天人们不会想起那些损失 因此 这里既有快乐 也有悲伤 当然 我们也感受到了 看到了 你会情不自禁地同情他们 至少我是这样 我知道和我一起工作的士兵们也有同样的想法 我们的动力之一就是帮助改善那里的情况 尽我们所能让它变得更好 当你回来时 你们能和土著人重新点燃以前的关系吗 没有 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 全新的地区 全新的人 当我们出道的时候 那里的人都非常开放 关心人 体贴人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衣服给你穿 他们没有任何轨迹 当我作为重建进城的一部分回到那里时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背地里的勾心斗角 政治动作 阴谋诡计 以及这个人对那个人做的坏事层出不穷 你今天在地球主流媒体上看到的一些最糟糕的政治欺诈和事件 不幸的是 这就是他们学到的东西 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所以 当你在帮助重建后最终离开这个星球时 你觉得你参与其中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觉得是好事 因为我帮助他们重建了许多失去的东西 我确实感到了损失 因为我看到了所有的现实政治 看到了他的行动 看到了他的诞生 看到他崛起并掌握了所有的领导权 我确实感到失落 而以前 他们会一起合作 不考虑任何回报 那是我离开前 是自上而下的控制 是的 因此 看到这一点令人失望 当你回来的时候 当地人对你有意见吗 不 他们没有 当我们第一次回来帮助他们重建时 有一些单位专门负责四处走动 清理一些星球一侧到另一侧战场上遗留下的一些技术 他们的工作不仅是收集死去的外星人 还收集死去的人类或类人 或者标记 至少标记他们的位置 这样任何幸存的家庭都知道去哪里寻找遗体 工作的一部分是收集从星球的一个角落 到另一个角落到处散布和散落的技术 这些技术 外星技术 外星生物有一个巨大的黑市 行星政府非常担心这些技术 收集并加以控制 所以那些仍然在那里的人 他们确实发展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黑市 如果你愿意的话 这些黑市的犯罪分子 我们打交道的人非常希望自己不被控制 所以这些土著以前有异货制度 但现在他们发展了一个黑市 我想这是经济深化的迹象 经济深化和扩大 他们建立的供需经济是建立在商品制造和制造业的基础上的 而制造业是建立在法定货币的基础上的 在这种经济中 你工作 你赚钱 你买东西 你工作 你赚钱 你买东西 如果你买不到东西怎么办 或者你想要的东西不容易买的怎么办 现在他们睁大了眼睛 这些外星生物是什么 他们能为我们做什么 也许我们可以修补他们 所以这就是黑市的主要内容 也是他们感兴趣做的事 我怀疑有一些行星外公司 对获得更多的外星生物储备 以及外星技术非常感兴趣 我们把成千上万吨的外星生物样本和外星技术装箱 运出星球 他们告诉我们 这是要运往火星上的研发基地 我可以向你保证 那不是他们唯一去的地方 所以我怀疑那里也有公司 可能来自地球和火星 在你去这些行星之前 接受过特殊的训练吗 以确保融入其中 是的 在行星登陆之前 我们接受的部分训练 包括在神经教育上度过大量时间 在那里我们被下载了语言 我们被下载了他们所谓的软件包 其中包括他们愿意与我们分享的 关于这个文明和这个民族的情报 作为神经下载的一部分 还包括我们将经历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相关的事情 文化礼语 服装 艺术 是的 注意事项 细微差别 就他们所知道的而言 问题是他们是从哪里得到这些信息的 我怀疑他们可能是从德拉克那里得到的 德拉克已经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 至少有机会收集到这些信息 我们知道阴谋集团不信任火星德国人 我们也知道火星德国人不信任阴谋集团 很明显 他们是一个不稳定的联盟 他们两个之间有可能爆发战争吗 是的 我想说的是火星德国人仍然称阴谋集团为地球王室 这一事实已经足够了 现在协议禁止使用地球军队对抗地球 我当然希望这永远不会发生 但我可以告诉你 阻止船只进入我们的太阳系的封锁 至少再不久的将来 决定了事情将发生什么 在哪里以及如何发生 将阻止他们的大部分海军在世界 或我们预计在未来十年左右发生的变化之后前来参与 然后会发生什么 人类会团结起来吗 火星上有一个分离出来的文明 这难道不重要吗 我不知道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怀疑现在可能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 它们之间的敌意总是难以控制 因为一个人认为另一个人比自己低 所以那些正在进行的战斗是在地球上的SSP和火星上的德国人之间 还是在德国派系之间 因为不是所有的火星德国人都对地球怀有敌意 我的朋友优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我也遇到过其他这样的人 当然 他们只占他们军队的一小部分 但他们在那里 你不能以此来判断所有的人 我们必须小心 因为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单一 没错 你觉得有人在监视你吗 不知道 我知道造物主每时每刻都在守护着我 我的使命之一就是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 讲述那些做出终极牺牲的人的故事 以及那些回来后却不记得的人的故事 这就是我的使命 也是我来这里的目的之一 杰森 有你真是太好了 谢谢 谢谢你邀请我 一切都是为了披露